对于一组电影数据 如果我们希望读一下它的分类情况 该如何处理做数据 分类情况 我们看一下分类是什么样子 大家还有印象吗 我们重新读一遍它 这是我们的125页 先建个py文件 配齐125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读数据的这一部乱拿过来 那么我们print一下df 第二 head 1 看一下第一行的数据看一下分类情况 就是在这个地方呀 大家看到这里地方它是一个什么呀 这是一个似乎串对不对 似乎串中间用豆号隔开 豆号两边的呢 就是一个分类的信息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呢 我们要统计所有的分类情况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可以先来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df的它的精绿 说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是吧 精绿对应的就是分类嘛 对吧 我们去看一下 这是所有的分类情况它没有展示完 中间用帮号隔开了一千条对不对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还有这个样子的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呢 想一下 一个电影呢 它可能属于多个分类 对不对 我们要统计这些分类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要统计 Action 就是这种类型的电影多少部 恐怖片电影有多少个对不对 冒险的电影有多少个对吧 喜剧动漫有多少个 该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要统计它有多少部电影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关于之间关于自负串的时候 是不是有种操作叫做str.什么呀 这种方法呀 str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contains这个方法呀 包含对不对 如果包含Action的 对不对 我们把它统计一遍 包含C-Fi的统计一遍 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啊 那只不过做这个事情呢 好像挺麻烦的对不对 首先我们得 把所有的不一样的电影分类 全部找出来 然后挨个去进行这样一个 细胞contains 对不对 挺麻烦的 那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呢 或者有没有一种通用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呢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通用的方式 首先构造一个全文龄的数组 列明为分类 列明为分类 这是一个分类 这个分类 这是分类 对不对 当然这个分类意思是不相同的 不重复的分类 如果说老一条数据中出现过 这样一个电影的分类 就把0变为1 能解这是什么意思吗 来看一下吧 来看一下这里就这样的样子的 假如我们有个分类 这是我们的一个分类对吧 这个样子 金融 基因 是这个样子的 它当前正是一部电影 A 电影1 它有这样一个分类 这是电影2 这是电影3 这是电影4 这是电影5 1的分类呢 属于ABC 2的分类呢 是AFX 刚刚情况一样 中间一个DRAW 也是字不串 对不对 3的电影呢 是XBM 那我要统计当前第一部电影 它出现的分类出现的 的情况 我们其实可以构造一个什么样子呢 和当前左边这个DataFrame 一模一样 或者这个长度 就是条数一样的这个全文零的这样一个数组 全文零的数组 行数是一样的 它有多少行 这边就有多少行 那么列数呢 可以什么决定呢 列数就是所有的分类的UNIQ 之后的这样一个结果 UNIQ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这里有ABC 那现在还有一个A 这个A都不叫统计了 就相当于求出所有的电影的分类的这样一个集合 把这个集合装一个列表 放到这上面 作为它的一个页名 作为Column 最开始的时候呢 这里其实全部是文零的 全部是文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MP.0 装一个全文零的数组 对不对 这是全文零的 全文零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统计了 如果当前比如说第一行里面 不光是这些地方文零 就是全文零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地方全是零 全是零 全是零 如果说第一部电影里面A 有A这个电影 那我们就A这个位置复制为E 有B这个电影呢 就在B这个位置复制为E 有C的电影 C的位置复制为E 其他地方还是零 对吧 只不过呢 这里面是1的 然后这里全是零 这里还是零 那这里第二部电影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 A F X 三个位置 变成1 其他地方呢 依然是零 那做完这所有的电影的统计之后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有一天 我们要统计A这个分类的情况 我们只要在A这个分类的地方求下合就好了 对不对 求合就好了 我们要统计B分类的电影情况呢 我们在B这个地方求下合 C的情况呢 在C这个地方求下合就好了 对不对 这地方能明白吗 那 就这样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得找到所有的分类的单个的这样一个集合 对不对 所有分类的集合 前面我们是不是讲过 如何找这个分类啊 是不是提过呀 to list 然后呢 两个 一个分类循环 然后再set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可以构造一个 乔温宁的这样一个数组 然后它的行数呢 就和之前原始数据的行数是一样的 因为这每一行代表有多少个电影 对不对 所以在右边也是一样 一个分类 它可能的电影的数量 应该每一行代表一条电影 可能的电影 那么这是行数 列数呢就完全根据我们的这样一个 刚刚的一个分类列表的列数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要把分类的这个 字符串呢 作为它的列数影 放到最下面去 那么把这个全灵的这个数组创造好之后呢 那么接着要做的事情就是 进行复制的 对吧 每个出现的位置 全部把它复制为什么呀 一 其他地方呢 我们不用管它 对不对 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呢 我们下面来 动手来详细一下 首先我们要干什么呢 统计分类的列表 分类的列表 对吧 那列表该怎么做这个事情 列表 DF 然后取general是那一类 对不对 genre 然后它是一个什么呀 series -str 就对其中本一行呢 都使用做法的方法 -split 按照多少斤切割 对吧 切割之后呢 就是to list 在series里面 我们to list 还有to dict 它中间是没有下滑线的 在dataframe里面 to list to dict 它下面都是有下滑线的 中间 dataframe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刚刚我们是看过 对不对 to dict 然后这个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大列表 对不对 time list 来接受一下 他们接受之后呢 我们要从这个list里面呢 把它数据取出来 大家可以想一下 time list 是一个列表中间是什么样的列表呀 一个列表中间欠套一个一个的列表 每个列表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里面 比如他来说的话 他可能里面有三个数据 对于他呢 他里面也是有三个数据 对不对 所以他的情况就是这种 列表欠套列表的情况 对不对 能理解吧 那么就是了我们就要把这个列表先来展开 然后再从set来处理一下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进入list 等于什么呢 list set 然后中间放什么呀 i for i in 什么呀 for g in temp list 对不对 然后for i in g 是不是就卡 就展开了呀 展开之后 结合去一下重 然后再重新转换一个列表 这是我们的分子的一个列表 分子列表有了之后呢 我们要构造全力的数据 对不对 为0的数据 那数据该怎么构造呢 首先pd.dataframe 对不对 然后呢 里面np. 什么呀 zeros 还记得吧 zeros 我们import 这个nmp np.zeros 然后里面我们只要传入个形状 对不对 这形状是怎么样子呢 首先行数 对吧 行数是不是df的 shape0 是不是叫shape0 是不是叫shape0 列数是什么呀 列数是什么呀 n generalist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还可以选择 columns 对不对 等于generalist 对吧 是不是要等于它呀 最终等于它之后呢 得到效果才是 这样 它是在最上面的 作为一个列索引 对不对 我们的分内呢 现在是个列索引 这是我们构造一个全文0的一个数据 那么就写dinger 叫 zero df 等于它 那我们这里呢 可以打印一下zerodf 来看一下什么效果 就这个样子 大家看一下 全文0对不对 然后呢它作为的列索引 作为列索引的 对不对 然后呢一共99个对吧 从0到99 刚好1000个对吧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复值 对不对 给每个电影 出现 分内的 位置 复值 1对吧 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怎么做这个事情啊 大家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方法 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们能一行 把它写完呀 好像不行 对不对 如果不行的话呢我们就来 编离一下它就行了 那编离一下 编离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time list里面 每个列表是不是最原始的数据 里面定的这样一个列表呀 那这里呢 那么for i in 比如说 比如说 none 或者是直接range df.shave 0吧 这变成它的行 对不对 那么 当前第一行的电影呢 就是time list i 对不对 这是它 这是它里面电影的数 情况呀 那么我们要往0df里面复值 那么0df.lc lc取什么呢 首先取i 这一行 然后呢 哪几列呢 是不是time list的i这几列呀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当这个循环结入之后 我们0df里面 每一行里面的 出现电影位置的地方 是不是全部会复的成1了呀 首先time list的i 是不是一个列表呀 是不是time list的i 是不是一个列表呀 因为time list的i 还是我们刚刚to list的之后 一个大列表里面 现在有很多小列表嘛 它的每一个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分别是我们所有电影数据的 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的 分类的字符串 切割之后 按照多少切割之后的 这样一个列表嘛 那我们进行loc 我取 这是行吗 D D凝行的时候 后面我们要取多列 我们是不是使用列表 D取多列呀 那样子什么样子 就是0df.lc 比如说当天是0的时候 那比如说它里面有 C5 跟字符串 还有什么呢 musical 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样子 复这个1啊 0df.lc 然后0呢 C5 musical 和这个地方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它也是个列表 所以跟这个列表是一样的 是吧 当这个循环球数之后呢 该复制的地方 全部复制为1了 对不对 能看明白吗 这个地方 ROC 相当于当前是取了一行多列嘛 是不是一行多列啊 当I 这要是取0嘛 0的时候 就取0这一行 跟分内的0那个列表 这是一行 但是里面可能是个列表 所以是多列 然后复为1 然后呢 I就变成1了对吧 然后呢 又是第一行的这个电影的分类情况 第一行电影的分类情况 也是在它刚好第二个位置 对不对 然后在取2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这里I变成2了 后面TimeListI呢 就是第三个位置的这样一个列表 对不对 好了 全部复制为1 那复制为1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也来打印一下这样一个0df 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呢 Head吧 3 看一下前三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前三行 比如说这一行 这个电影呢 C5是不是复得过来1啊 Action是不是也是1啊 Aventure是不是也是1啊 这是第一部电影 它有三个分类 是不是有三个分类啊 可以 是不是有三个分类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打印一下这个df的 它的进入 点Head3 这series好像没有Head的方法 series有吗 没有我们就改一下 看series有Head的方法了 对不对 是不是Action Action Action 然后呢 这里也是一样吧 Action Action在哪呢 在这对不对 Action Aventure Aventure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呀 还有 还有它 对不对 也都是有的 那么第二行的Aventure Mystery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看一下 Aventure 还有它还有什么呀 还有C5也是一样的 都有对不对 那么第三行分类比较少 只有一个 恐怖片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Horror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是不是都是有的呀 对 所以通过这个练习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了一个转换 做转换之后呢 我们下面干什么呢 求和了 对不对 统计每个分类的电影的核 数量核 这个是该怎么做的 是不是就是0df的sum就好了呀 然后给它指定一个轴 axis 对于0 就算的是航上的结果 对不对 我们来print一下 这个进入sum 进入count吧 那我们再print一下这个进入count 点错了哈 是不是给统计出来了呀 我们求来一个核 就把每个分类 它的列方向上给求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History的一共是29 说明什么呢 History这个电影呢 一共有29部 History的一共有7部 History的一共有169部 History的一共有106部 是不是给统计出来了呀 能看出来吗 这个地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可以对它做一个操作 干什么呢 排序 排序怎么排呢 进入count 点sort values 对不对 还记得吧 sort values 因为当然这个就是一个series 它sort values 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也不需要传承参数 它相当于只有一列嘛 对不对 它直接就就把我们排序排好了 那我们重新的把它 拼着给进入count 那就是排序之后的结果 对不对 那就是画图了 画图 那画图怎么画呢 首先PLT点figure 对不对 这只要图形大小 figure size 这个图 那这个图大家想一下 我们要画什么图呀 肯定是调音图了 对不对 因为比如说这个历史篇跟这个western 在外主上它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一散的数据 一散的数据呢 我们要画图的时候呢 就是调音图了对不对 PLT点什么呀 好我们bar一下对不对 那也是样传x传y x是什么呢 我们在准备了x 对不对 那写-x 对于什么呢 对于general counter的index 对不对 是不是 index还没有 那-y呢什么呀 general counter.values 对不对 那么传入x传入y就好了 x呢就是range none-x对不对 那y呢就是真理的-y对不对 反正我们plt点xt 做一下对应对吧 那就是range none-x和什么对应呢 是不是和我们的这样一个-x对应啊 -x就是index 是一个字符串嘛 对不对 然后plt点show 是不是就好了呀 好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 python page125 是不是这个也画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 线条太粗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线条稍微 变得更细一些 对不对 都是可以的 就这个样子哈 那当然了我们还可以在 x下面呢给它设计下nable 还one label 还有这个title就可以做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下这个练习 我们当时怎么做的 在这里面呢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块 就是我们要把这种字符串转化成数据进行统计 相当于把字符串进行理散化 掌握成数据 数据 数字进行统计的时候呢 这个思路呢非常非常重要 后续在很多地方 可能我们都会用到这个思路 特别是我们要统计字符串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要手中去写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来做这个操作 那当然了 后面学了机器学习之后呢 在机器学习里面 可能我们掉一个接口就能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需要大家能够明白 它是如何来做这个事情的 就跟我们这里的思路一样 你解吗 先够到一个圈为0的 然后呢把出现的地方呢 把它复制为1234 这种数字就好了 复制为1 出现的地方复制为1 没出现的地方复制为0 然后我们统计一下 这个01的数量 或者说每个分类的 它们的合是多少 就可以得出来 当前这个分类 就的电影数量是多少 大家需要把这个例子记一下 首先我们去转一个大列表 然后大列表其实对应的 这里大列表就是什么呢 它里面每个元素呢 就是我们DF里面的 每一行数据的一个分类的 这样一个列表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列表展开 展开之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了这样一次 转化成list的这个操作 然后呢去了一下虫 结束之后呢 我们把它作为这样 求能力的数组的一个列所以 然后呢 它的形状呢 求能力的数组的形状呢 就是和电影的数据的形状是一样的 行数是一样 那么列数呢 是和general list的列数是一样 就是我们分类的 长度是一样的 然后之后呢 我们进行的一次循环 循环的是什么呢 循环的是行 对电影的每一行 我们进行一次循环 所以说range DF的shape 0 shape 0呢指的是行数 而对行数的话呢 我们开始对zero DF进行复制了 就用loc来取它的位置 先取D0行 然后D0行对应的电影的 这样一个列表 然后刚好是对一行多列进行复制 复制成1了 然后接着i等于1了 然后也是一样第一行的多列进行复制 那复完值之后呢 效果就是当前这一行电影里面 出现数的地方呢 我们都变成1了 没有出现数的地方呢 还一转是0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统计一下这个zero DF里面 每一个按行进行 按列进行统计之后的一个结果 就求和之后的结果 那求的和呢 其实就是我们电影出现的次数 对吧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混出来就好了 混出来之后呢 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大家如果想画的话呢 也是可以把它混成 这横着脂肪图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横着脂肪图也是可以的 就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看起来更好看一些 对不对 好 大家下个休息十分钟